你一定要记住啊 很多人把猪脚买回来 都是直接下锅盾 那样喝出来的猪脚忘心为忽重 而且有一股脚气味 今天这个做法你要是学会了 那就是你的拿手菜 首先八块一斤的猪脚多成小块 用盐水浸泡半个小时 这样做能把猪蹄里面的杂质和脏洞气泡出来 重点来了 猪脚一定要冷水下锅 开小火慢煮 这样才能受热均匀 猪蹄内部残留的杂质才能释放出来 我每天用心地分享 做菜小技巧 麻烦您 给个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重新下锅 开小火慢慢地炒 连炒锅的猪脚吃起来才更香 更入味 然后放葱姜 两个八角 干辣椒 调味只需要这么一包红烧酱 它既能上色 又能调味 其他的什么调味品 也都不需要放 加入半瓶啤酒增香去腻 一定要加入开水过个猪蹄 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然后开大火烧浓汤汁 红烧猪蹄这样做软度平坦 肥而不腻 越吃越想吃 学会了 赶紧去做吧 感谢观看